阿姨妹 老爸 你看我拿什么回来 什么东西啊 我给你看看 哇大虾 是咯 搞的半分回来你看 你看怎么弄 哇搞这么多 我刚才还跟妈妈商量了 没菜吃咋等啊 你就搞这个回来了 行吗交给我 你去歇一会吧 那就交给你 妈准备地哈 妈准备地哈 就要哈给妹啊 要哈辣妹 好吗 是的 哇今天爸爸拿了这么多虾回来 今天我们来搞一个一虾两味好不好 我们先来搞一个最简单的做法 就是白灼虾 这么新鲜的东西当然是原味最好吃啦 白灼一部分 一部分 不用放水哦 然后放一点点盐来提鲜 然后盖上盖子焖煮 一会就可以了 哇虾煮熟啊 好香啊 打哈煮熟了 好嘞 来 嗯 进不开 搞好了 对啊还有一个 那我去尝试一下 去吧 味道怎么样 好嘞 我们现在来做下一道菜 海虾蒸粉丝 先把海虾处理一下先 把虾头剪掉 把这个部分取掉 然后开背 对半剪开 把虾线取出来 然后一个虾就处理好了 处理好了之后 简单洗一下 还是有很多虾线没取出来 我们现在来调个配料 排好了之后把它豆碎 放点酱油 放点蚝油 太多了 放少量的糖 放少量的盐 把它搅拌均匀 哇好香啊 把泡好的粉丝铺在底面上 现在来把虾摆好 摆漂亮一点 看起来更加有食欲 把调好的酱料 淋上来 上锅蒸 水开了之后 把虾放下去 蒸个五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哇熟了 拿出来淋上热油 撒上葱花再淋油 淋上热油 逼出香味 海虾蒸粉丝熟了 熟到了 来咯 你们怎么再吃不懂我呀 好香了 快吃一点 好 你尝一下这个 这个想好吃 好 酸的香味好厉害 我来尝试一下这个 这个肯定会香口一些 谢谢 哇好香啊 你们也要尝试一下 这个也好吃 麻奶谢谢 好 来老妈 来我尝试一下 这个超香的 哇 好烫吗 味道不一样 这个肉怎么样 这个肉可以 哈哈哈哈 这个海虾的做法还有很多种 我今天就做了两种 一个是粉丝蒸海虾 然后一个是白酌 鱼爸鱼妈都吃了 都赞不绝口啊 超香的 特别是这个粉丝蒸海虾 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 这支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选一面的进口中 拜拜